怎麼看 這個侯友宜 這實在是很好笑 我覺得還是要講一下 要講清楚 新北市政府是刻意的 去把賴清德的老家 操作成所謂的寄存違建 第一個 這個不是賴清德他老爸蓋的 這個是以前那個礦區 你所有都要蓋工廟給工人住 那是那個時候政府要求 你就要蓋 所以不是他老爸去找一個地方 我自己蓋 不是那邊似乎都是這樣子 第二個他那個不是 那個叫什麼 以前日據時代到現在 也有同樣的 就是我以前就存在的房子 我日據時代存在的房子 本來就跟你的中華民國 來的法規不一樣 在法律之前 這個叫做我沒有登記的房屋 這個不叫違建 但新北市府很壞 故意用了這個東西 裡面講說這是寄存違建 他的目的不是在講說我緩拆不拆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你貼個標籤說 賴清德你這個是違建 他那個就不是違建 如果賴清德這個事的話 全台灣剛剛勇哥講過 全台灣過去所有的礦區 這個狀況很多 他說新北市政府自己也弄了一個函 偉檢點新北市的議員 你剛剛實在是 他自己也問內政部說 來現在面對這些事情 你怎麼解決 因為請內政部要去 那個營建署要去 你要想出個方法 就對於過去這些礦區 所有留下來的這些工僚 就是工人宿舍 你怎麼解決 所以他當然是又小又簡陋 那人家原來那是礦工公司 蓋了工僚 你現在說人家是違建 這是不合理 再來我講說那個侯友宜 起來很好笑 他說什麼 他要去南部 你不是新北市的市長嗎 新北市是你的地盤 然後你去去南部 這表示什麼 就是他不想回新北市 因為所以柯文哲說 證明侯友宜 只是要證明一件事 就是新北市不需要有市長 新北市不需要有市長 那新北市自然這麼差 不過新北市滿意都這麼差 天下最近做出來了 我從五月就沒有看到他了 五月就沒有進議會了 不過新北市不需要市長 因為侯友宜證明了 但是柯文哲說 他自己像蔣經國 噁 噁 昨天 我要補充一下 陳仁傑 陳定南的兒子 陳仁傑說我爸不是辯色龍 果然今天就馬上就驗證了 柯文哲是辯色龍 昨天去趁陳定南 今天去趁蔣經國 臺北市議會 你們兩個都新北市 臺北市議會的議員們 趕快去質詢蔣萬安 你的曾祖父被蹭了 被柯文哲又蹭了 你趕快去講說 你的品牌已經被柯文哲 拿去用了 所以柯文哲就是這樣嘛 又蹭南又蹭綠而已嘛 他現在網路上發起一個 實在很噁心 他網路上發起一個選 就是說大家來投票 你覺得柯文哲像誰 A 陳定南 B 蔣經國 哦 受不了耶 但是 那為什麼沒有刪毛澤東呢 他不是很欽佩毛澤東嗎 那為什麼沒有刪毛澤東呢 說不一定下一個禮拜就出來了 他這個人的性格就是這樣 然後呢 他誰都可以蹭 醫生也可以蹭 還有一個蔣衛水 蔣衛水他也可以蹭 所以呢 蔣經國他也要蹭 然後呢 還要蹭陳定南 蹭陳定南 好 我建議我今天飯陰吃不下 陳定南跟他個性差太多啦 你蹭陳定南幹什麼 按照你講 你是一流的 陳定南是讀法律的 讀法律的是四流的 你一流去蹭四流幹什麼 蔣經國是哪一流 你去蹭蔣經國幹什麼 所以啊 當然我們不管他 不過最比較有意思的是 南投副議長歸隊力挺 自暴曾經被柯文哲請託 所以從這裡來講 明鳳 我看到了選記 怎麼突然間臉色有的怎麼這麼多 都出來就是亂講話 尤其是國民黨的人 根本就自己就打自己的臉 何勝峰還是不挺 侯友誼 他還是沒有去吃飯 他還是沒有去吃飯 未來未挺 你幫何勝峰回答 我我據我的瞭解 等一下 何勝峰有打你臉 我跟你講 因為夏立元去中國 因為夏立元去了中國 回來 郭台銘要站台了 很多人都要回來 郭台銘要站台了 這幾天就在傳出來 所以夏立元就馬上去中國 那郭台銘為什麼 八萬八可能會變成八千八百萬 八千八百萬 那小錢 可能會變成八億八 中共在勸郭台銘回來 搞不好最後的神秘嘉賓就是郭台銘 好有一個 對 你在選舉道都亂講話 你說那個柯文哲好了 他說什麼 我們台灣從蔣經國之後就沒有建設 是他自己台北市沒有建設好不好 他說蔣經國以後就沒建設 對 請問原山仔煩農是什麼 我請問你高鐵誰蓋的 高鐵誰蓋的 水水誰蓋的 還有六十四號道路 六十八號道路 七十六號道路 七十二號道路 國六 國八 國十 請問都是民進黨蓋的 都是陳水扁在做總統的時候蓋的 你們新北市的快速道路 都是陳水扁蓋的 他只能說柯文哲在台北市 八年沒有政績 柯文哲自己八年沒有任何政績 就講蔣經國八年之後沒有政績 亂講一通 那否則你現在每天做高鐵 他是在講 可能是在講馬英九吧 對 馬英九也是 當年也是罵高鐵也是廢鐵 現在不是做人很高興嗎 那不是氣死了對不對 這些人一到二人罵高鐵的時候 所以柯文哲自稱像蔣經國 意思說蔣經國有很多建設 柯文哲有什麼建設 哪裡像啊 這就除了戴眼鏡以外 其他沒有像 除了戴眼鏡像而已 對啊 不是只有有戴眼鏡 不是戴眼鏡像 對 只有有戴眼鏡像 其他哪裡像 更不像陳定然好不好 陳定然做事多嚴謹 那個柯文哲根本話都亂講 好不好 今天講這樣 明天講那樣 然後今天講生日 我明天又回來去掛中華民國國旗 是什麼鬼東西啊 然後再來是趙少康演示 趙少康我看他在主持 那個做電視台節目的時候 他如何反對十八歲投票權的 他說國民黨你們怎麼這麼笨啊 十八歲的人都是投給民進黨的 你們為什麼要同意啊 然後真的在修憲在立法院這個法案的時候就說 就一直罵那個國民黨說你們怎麼可以付他這種修憲案 然後為什麼上一次投票的時候要一起投票 結果今天呢變幾度啦 三百六十度改變啦 說他要去投 他要去推動 趙少康當時怎麼講 如果年輕人讓他十八歲就有投票權的話 一定都會投民進黨 對 所以就讓你年輕人不能投票 所以呢 公投不能過 這就是趙少康嘛 他那時候主持節目就是這樣講啊 就說就罵國民黨說為什麼他同意在修憲案啊 我剛剛講的那段好像學趙少康 當時的樣子就是啊 就是這個意思啊 會說你們十八歲的人都會投民進黨啊 那你們幹嘛去同意嘛 好 現在呢要選舉啊 轉個臉啊 回來面對年輕人就說我推動十八歲 到底誰會相信啊 你以為年輕人都傻子嗎 你當時反對什麼那麼厲害 他認為年輕人當時都已經忘記了 現在都忘記當時的死人 忘記個鬼 現在這個國民黨的支持率 二十到二十九還是很低好不好 年輕人沒有那麼健忘的啦 所以說你現在轉過頭來說 我現在要推動十八歲 讓你們有投票權 那你就會 年輕人就會相信你嗎 我們都還記得 不過新北市到底需不需要市長 新北市看起來是不需要市長啦 不是嗎 所以你也贊成柯文哲這句話 對 我覺得新北市不需要市長 柯文哲偶爾會講對一句話 對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臺北市過去 亂講話 沒有大家都贊成 他講的這句話是對的啊 侯友宜想證明 新北不需要市長這句話是對的 可是過去八年台北市也不用市長 這樣子 他也沒有做什麼事好不好 柯文哲有沒有做什麼事 現在講內湖的塞車 他在上綜藝節目的時候 人家有個問題說 你覺得哪一區的新建屋會自銷 他馬上選內湖 他告訴主持人的原因是 因為內湖交通很爛 他那時候做市長 他馬上答對了 內湖 可是內湖 房地產還是漲價 對啊 然後你看嗎 我住內湖 我也是啊 你不是要吐槽嗎 不是 但他自己做市長的時候 交通沒有辦法改善 他就說內湖會自銷 內湖現在最慘是 出來也塞車 進去也塞車 上下班兩邊都塞車 他沒有辦法 然後呢 竟然你聽過坐捷運 還要等好幾班捷運過去 你才上得了車 你聽過沒有 現在公車也是要等好幾班 公車要等好幾班 因為上不了車 然後坐捷運竟然說 在捷運那邊等 因為捷運來了 擠不上去 所以捷運要等好幾班 他說沒救 然後他現在就要 講話是收入城費 入城費 對 結果你們進來 內湖的人通常要收錢 你覺得這個市長做得很好嗎 因為內湖的人很有錢 所以進出都要付錢 所以住內湖的人太有錢了 所以進出都要付錢 所以要收進城費跟出城費 這種市長太可怕了 因為他進城費都是進市中心 不是進到內湖去 內湖是24小時兩邊都塞車 對 出來也塞車 進去也塞車 所以出來也要收出城費 進去也要收進城費 哎呀 這柯文哲果然太聰明了 我告訴你 柯文哲說新北市 趙少康改口挺18歲公民權 為什麼 曾經昔日他拍桌嗆說 我就不讓你們年輕人投票啦 怎麼樣 哦 不告派 如果他反對18歲 年輕人就有公民權可以投票 18歲能不能投票必須要修改憲法 所以這個時候 當時趙少康他是反對的 所以這個公投果然沒有過 就沒有成功 因為國民黨就在公投就不配合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時候 很多立委就說 騙票啦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新極調追查幕後主席 就是國民黨的王文宗 而他更是國民黨會決議長 並全叫最好的朋友 民進黨公布影片 直指88槍擊案的主席 就是王文宗 要國民黨別再抹黑 栽贓給民進黨 因為王文宗承認國民黨中央委員 更是朱立倫競選總統時 學甲區的主委和國民黨關係密切 朱立倫卻說 他不認識王文宗 民進黨炮轟布置黑槍 國民黨還涉及 雲林封電弊案 雲林議長沈宗隆 舊曾涉及向業者 收賄2600萬 林楚音批評 國民黨左手罵綠電 右手卻收綠電的錢 你們許多的高官 都轉任到綠電的綠能公司 來擔任他們裡面的獨董 以多次召開記者會來質疑民進黨 綠電的王洪威為例 他自己也被調出 從107年議員選舉的時候 就拿了綠能公司的50萬 侯友宜 你現在所牽起的手 到底是誰的手 是黑手 是髒手 姚侯宜說清楚我講明白 不要對黑手髒手視而不見 所以十八歲公民權 公民黨說一頭做一頭 其中趙少康是最好的例子 當時是不給年輕人投票 我就不給你讓年輕人投票 怎麼樣 現在說他要挺十八歲 這不是騙票這是什麼 我怎麼再看 侯友宜提延長課後照顧 所以說小朋友 尤其國小 下課以後繼續留在學校 由老師繼續來輔導 全教總立即出來打臉說 學校不應該替代家庭 欸 家庭教育 其實比學校教育更重要 尤其是在品德各方面的教育 都是在家庭完成的 結果他把所有的責任都丟給老師 丟給學校 所以引起很多老師等等的相關的反對 全教總出來講話 侯克服政見IP討好選票 賴靖總批評說 侯才在害台灣的下一代 反駁台南的八十八槍 綠營公布黑槍金光黨兩支議題的CF 民進黨今天強調 台南八十八槍主弦就是國民黨的王文忠 還是李全教的好朋友 另外雲林縣議長沈中榮於2019年 達德能源與雲林推動 風力發電廠向業者索匯兩千六百萬元 今年七月依貪污等等治罪條例罪嫌起訴 所以看到很清楚 所以國民黨當時一直打所謂的黑槍八十八槍在台南 然後證明說原來是國民黨的王文忠幹的 根本就不是民進黨 這樣所以韋山 是到底誰在騙譬什麼人在亂講 當然是國民黨啊 國民黨其實也是在台南地區投資綠電最多的政黨 其實李全教本身他的家族有好幾個投資公司 全部都大量投資綠能 他甚至買了三十二公頃的餘溫 就是要拿來做這個養水重電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這個背後 這個利益盤跟錯節 其實國民黨是比較深的 我們看到王文忠 他在前一陣子被起訴 因為他這個八十八槍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他裡面 這個調查書寫得非常清楚 王文忠就是國民黨最大 在雪甲地區的樁腳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國民黨 他是擔任國民黨第二十屆的中央委員 還有二十屆的全國黨代表 所以我們會看到國民黨在他黨中央的 這個網站裡面 其實都非常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他本人 所以他一直來跟國民黨關係 非常的密切 那我們知道本身他就很有錢 然後他也是這個地方的 這個大廟的這個董事長 所以其實國民黨的人 都跟他非常的密切 我們看到朱立倫 其實也是過去 唯請他來擔任 他的競選總部的主委 在雪甲這個區域 那包含像謝龍介 也切割說什麼不認識他 可是最後也發現 他就是這個謝龍介 最大的這個樁腳 甚至還有一起 這個商業的夥伴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國民黨完全是在跟這個 事情做切割 但是今天早上我們的記者會 我們就是完全把這個脈絡都拉出來 甚至我們還發現 王文中跟中國的密切關係 也是非常的緊密的 他也是擔任這個白狼 這個張安樂 他們這個統促黨 在雪甲地區 還有一個親方黨部的 這個後援會的這個會長 所以你看到這個藍白是一家 藍紅是一家青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綠色光電 這樣的事情 其實真的都是國民黨拿到利益 卻把帽子扣在民進黨的身上 我要跟大家說這個事件 從發生到現在 國民黨的這個友臺 這個相關的政論節目 天天幾乎每一天沒事就把這個拿出來講 抹黑民進黨 可是我們要知道跟這些壞人稱兄道弟的 就是國民黨 賺取利益的也是國民黨 他們吃乾抹禁之後 再來扣帽子到民進黨 通常說是民進黨幹的 但我要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光電利益衝突 我要回頭一下在二零一六年就是當時賴清德還是臺南市長的時候 他發現很多國民黨這樣的人 有在做這個假重電的狀況 所以他廢除了非常多假重電的這樣的一個光電廠 所以得罪了當地的利益 所以我想也有很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現在全面反撲 把這個帽子扣到民進黨頭上 所以希望大家呼籲大家看清楚 八十八槍這個事件完全是國民黨在後面自導自演 所以這個是很確實啦 因為王文中是國民黨的條話咖 當過國民黨的總指委 當過他的黨代表 而且是朱立倫在選舉時候學甲的最重要的條話咖 那是他的幹部 當時這件事情出來的時候 喔 國民黨拼命打 那個就是綠電啦 綠電都是民進黨一直罵罵罵 最後原來最後真正的人出來的 原來是國民黨 前面抓的因為都是黑道 所以黑道背後是誰 大家不知道就喔 國民黨就開始打 因為台南 台南市的市長是民進黨在執政 所以他都一直罵民進黨 結果搞出來原來是國民黨 所以這兩支CF這兩支影片 真的黑槍金光黨 講得非常清楚 包括沈中榮 所以大家在看這個的時候 怎麼來看趙紹康 這國民黨這是不是在騙票 其實對國民黨或對趙紹康來講 這個讓大家覺得騙票騙最難聽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人家學生在問趙紹康 你們國民黨提名了這些黑金的候選 而且講了好幾個 包括顏寬康的名字在內 問趙紹康 然後趙紹康的事情是 趙紹康的回答是告訴學生說 哎呀 不要這個貨連好幾代啊 這意思就是說不要租聯 那個他其他人的意思 就是說所以羅明財 他說羅明財是一個很客氣 很有禮貌的人 所以他意思就是他跟黑金好像沒有關係 然後說顏寬康那個都是爸爸的事情 哎勇哥你要知道 對學生來講 現在這個時代要上網Google 是多簡單的一件事情 你意圖要撇清 但是撇清的過程裡面 學生上網Google的時候 就會看到跟這些人有關的案件在上面 趙紹康有一句話回答的是很玄 真的很厲害 問他說你們怎麼都提名那麼多 有黑道背景的立委候選人呢 他說這是黨部提名的 他說一句話 這黨部提名的 問一下 他說這是國民黨黨部提名的 跟他沒關係 他也是國民黨黨部提名的 當然一定是黨部提名的 但我覺得黨部提名 那他為什麼不回答說 你們黨部應該怎麼處理 當然是黨部提名 但黨部提名一定有他的一個準則 到底是因為他的人脈 他地方的渣跟他地方的服務 我覺得不要說因為就是他 不管是他的一個過去 不管是他的家族 或是他的一個背景 有這樣的一個瑕疵 就一語貫之 或許他服務做得超好 也不一定啊 所以我覺得黨部在提名 一定有他的綜合規劃 譬如說現在有黑的背景 像昨天有人在質疑 曾文賢在質疑 他們苗栗邱振軍 邱振軍 你為什麼要提名這個 人家問說黨部提名的 黨部提名的 當然我覺得黨部 當然會綜合提名考量 那我覺得最終決定 還是選民 那黨部居然已經提名他 一定有任何所有的 綜合的考量 一定是力大於必要提名他 對啦 不要推 不要推 為什麼要推給黨部 他不是我們這個選對會裡面的成員 他不是副總統候選人嗎 他是候選人候選人 但是他不負責提名 他也是黨部提名的 所以他跟這一些立委 是一起的 有黑道背景被提名的立委 選人是同一個等級 都是黨部提名的 你不能推給黨部提名 那我直接問嘛 侯友宜 柯文哲 去台南的行程都一模一樣 先去旗鼓 然後罵八十八槍 然後說罵黑金 然後光電的利益 無謂無謂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行程 一定都去找李全教